大家知道在台灣有六大長壽村 其中一個就在苗栗 那麼苗栗當地到底是吃了什麼好東西 大家可以頭好壯壯 然後非常的長壽又健康呢 我們來看這段美食 現在流行從產地到餐桌上 一條龍的服務 像我在這邊採的蘿蔔呢 馬上等於就可以現煮來吃 不過這要去哪一煮啊 阿嬤 不好意思 這位蘿蔔要去哪裡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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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聽聽聽啊 是喔 這裡有聽聽喔 有啊 告訴妳 這就是我們回鄉有機生活農場 生產的一個有機的白蘿蔔 但是今天它不是重點 它不是重點 對 重點是我要帶妳去找海龍王 蛤 有沒有搞錯啊 在這鄉野田間 哪找得到海龍王啊 奇怪 剛剛那個大哥跟我說這裡有海龍王 但我怎麼只看到一盆黃豆 海龍王到底在哪啊 黃豆是做豆腐的重要原料啊 海龍王嗎 對啊 海龍王跟你介紹一下 這就是海龍王要來的東西 鹽乳是跟海龍王借海水 提煉出來的鹽乳 精華 是 所以我們叫它鹽 龍王豆腐 我幫大家試試看 這是不是真的海龍王 免得它騙我 不會騙妳 妳終身會難忘啊 什麼味道 好鹹喔 它是海水的精華 還帶點苦味對不對 對 那是我們的重點 原來今天主角就是天然純手工的豆腐 從黃豆打成漿開始 每個步驟都不能偷懶 帶口轉一下 抓住 那妳就像在洗衣服這樣 是不是有一些豆漿跑出來 對 對 那妳認真洗 待會兒的豆腐會很好吃喔 接著把豆漿煮滾 這過程得一直攪拌不能停 我們步下天螺地網 不讓這個 炒灰讓它浮上來 有沒有 左右上下慢慢的推 這樣一直轉一直轉一直轉 結果呢 我常聞到較味 但如果我喜歡 我喜歡吃炭燒口味的豆腐 可以嗎 可以 那絕對沒有問題 但是不要味道太濃 不過豆漿越煮 冒出越多泡沫 在堅持不加消泡劑之下 師傅有秘密武器 噴它 噴它我們降溫 溫度降低了 它就不會冒出來 這就是我們的秘密武器 千萬不要拿著 對著別人的臉 我們對著我們的豆漿 噴就好了 煮滾的豆漿 還得等它慢慢降溫 這時才能請出我們的海龍王 海龍王出現的時候 我們輕輕的把它加下去 要攪拌嗎 要輕輕的 已經豆漿跟水有一點分離了 對 因為這個溫度熱 它會越來越老 如果你要吃豆干 就要放久一點 如果你要吃嫩豆腐 再大概20秒 我們就可以準備 來把它壓一下 看 接下來要看你的功夫 輕輕的 不要去摸到熱水 慢慢往下壓 我再出力了 豆腐在抖 我做豆腐要揭曉了 漂亮耶 美 豆腐非常的香 手工豆腐其實不難 一個小時內就能完成 再燒家料理 就能變出一桌豆腐大餐囉 我們做的豆腐呢 可以做一道塔香豆腐 豆渣煎餅 還有我們的關東竹 這豆腐用煎過的 還有我們再深一點的手工菜 我們把它做成獅子頭 手工做的豆腐 就有非常迷人的豆腐香 而且口感完全不一樣 對對對 會比較Q 比較Q 不是軟軟的 來到苗裡 好山好水 除了豆腐是必吃料理 新鮮的山蟬野味 也不能錯過喔 那這深山裡面呢 其實我們眼睛所見的 任何東西都可以變成食材 像是我手上的甜飾呢 就是剛剛採下來的 而我們現在看到旁邊的這些草呢 不要以為它是廢草 其實它是有用處的 像這個呢 它就是所謂的月桃葉 據說月桃葉跟甜飾 也可以變成一道料理 聽說在這深山裡 臥虎長龍 就有一位廚神呢 他會把月桃葉跟甜飾結合 變成料理 我是不會做啦 我帶你們去找他 你會把這個月桃葉和甜飾 變成料理嗎 會啊 就是他了啦 品嘗原香美味一定要找他 年輕的型男主廚謝炳翰 這項刺濕是我們最常用的香料 它這個你要煮湯 你要炒 還是你要蒸 還是要炸 這個都很好用 但你可以搓揉它 聞聞看它的味道 它有一個 好香喔 檸檬香 很濃郁的檸檬香 然後它搭配到菜肴裡面的時候 它會變模式 曾奪下國內外 多項廚藝大賽金獎的蟹炳翰 拿手絕活就是將原住民食材 月桃葉 紅藜麥 甜飾 山豬肉等 變身創意料理 最簡單的就是這道月桃甜飾烘蛋 鹹甜口感 獨具風味 還有改良經典月菜所做的 原香十六球 蛋皮包裹馬告山豬肉 口感濃郁 層次豐富 連家常炒飯也變得五彩繽紛 擺盤我們配合一些黃 紅 搭配雞彩的顏色 感覺像彩虹一樣 所以主要就是裡面的有藜麥這個 對 就紅藜麥 紅藜麥就是我們自己 山上這邊自己種的 融入在地的東西 跟我們原住民的食材 去做一個創意 在地食材即時享用 深入苗栗 特色風味美食 等著大家去挖掘喔 哇 看起來好好吃喔 那麼中部地區其實還有很多的山珍海味 我們先請玲瓏大哥 介紹一下山珍有什麼好吃的 真是名以實為天 我的天就是我的吃 旅行旅行 不斷的旅不斷的行 從頭過去沒有留下感情 但是你卻會印象很深 如果我在哪個地方吃到那個 會讓你鵝鵝鵝鵝鵝 會讓你釣魚類的料理 你就會讓他留臉忘煩 去哪裡 我也知道 吃什麼 他可以侃侃而談 中部一個這個 可以吃到百魚豐味餐的地方 在清淨那個地方 1962年 伊玉孤金 然後緬甸百魚署來到這邊 然後大山吃山 大蚵吃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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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來到這個地方山區 跟他們原鄉的緯度也差不多 然後這個就把他們原鄉的這個料理 帶到這邊來 接下來拜觀光 觀光所示之後 很多人就要來這邊吃這個百魚的料理 其中這個 我最喜歡吃的是那個包料魚 香酥包料魚 應該是鯛魚吧 鯛魚然後用繩子 麻繩綁完之後 它的外表 外表塗上一些辣的東西 什麼東西我不知道 反正它就是烤完之後 你剝開來吃 是 剝開來吃 對 有一點用炸的吧 這個很有特色 我們很難想像 所以你只好自己去吃吃看 百魚的料理每一道都辣 所以說你如果去了之後 有小朋友要跟他們講 不要那麼辣 小辣 小辣 或你只要說不要那麼辣 還是辣 還是辣 小辣它就懂你的意思 小辣 其中還有這個米線 這個米線 它的米線很粗 裡面的料理好多 這個像我這樣一個男孩子 它所謂的小碗 你千萬不要叫大碗 叫大碗 別的你都別想吃了 小碗就好 小碗就可以把你的肚子搞大了 另外這個 這個叫辣肉 它的辣肉 都是真的是有一點辣 不過也很好吃 另外這個比較特色 這就有些人就不敢吃了 所以香酥竹蟲是什麼 竹蟲 竹蟲 就掉到裡面的糖 真的是竹蟲 對竹子裡面生蟲 對 那麼我們看到蟲就會怕 但是那個竹子 不是在爛泥巴裡面 對 它是在真正長在樹上 然後竹子不是枯死了嗎 枯死了之後 它就在上面 其實它很乾淨 它沒有汙染 管它乾不乾淨還是蟲 管它蟲不蟲我們就吃 對啊 好啦 所以那個香酥竹蟲 你可以嘗嘗看是不是 那我要請吃起大哥海味海味 來 祝海變得很可憐 我們就要看一下 來 我們網上這裡有一個叫真實味 它現在最出名就是蚵仔披薩 蚵仔披薩 蚵仔 變成披薩 多好吃你知道 因為那個蚵仔 是用我們彰化西亞岸的 就是那個珍珠科 為什麼叫珍珠科你知道 很小的那個是不是 沒有 不是很小 因為珍珠科本身它 我們能吃幾菜 三餐 三餐 我們那邊的蚵仔一天吃兩餐而已 所以 長潮退潮 所以說 對啊 所以它蚵仔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紮實 對 如果我們再把它加地瓜粉 再加韭菜花下去 然後圍煎 那就是蚵仔煎 對啊 但是蚵仔煎是 烤乾一點就變披薩 對 烤乾一點就變披薩 烤乾一點就變披薩 超好吃的 有一點酥脆酥脆的感覺 對 不錯不錯 那還有什麼 焗烤芋蘿 接下來就是焗烤芋蘿 這個就是在我們西湖 有一家小品蝸牛 這一家蝸牛也蠻厲害的 它從六隻蝸牛 養到現在大概幾萬隻吧 它白紙化 它變成白藝蝸牛 所以說它的整隻蝸牛是白色的 白色的 所以這個也都入菜 感覺很燙很好吃 它的焗烤那個蝸牛超好吃的 真的 所以到了這個彰化區 千萬不要錯過對不對 對 一定要去 這個是蝸牛 好 那這個中部地區 有三人海味之外 您知道中部地區 居然也釀酒 而且還釀出了 世界金牌的酒 我們要來好好品嘗一下 YA 看到酒就YA 好啦 剛剛有點 看得有點覺得 我們也要嘗嘗看嘛 對不對 所以中部地區 其實他們釀酒 我要請陳主長 幫我們介紹一下 中部地區據說 你看有很多酒莊會釀酒 中部地區 我們從台灣的正中心 開始講起 是埠里 埠里農會 那個總管是我的同學 他是跟我 九年前是 我們一起當選十大傑出農業專家 他出的這個東西 就是在幫農民的 這個是百香果 釀的酒 全國的百香果 品質最好就在埠里那邊 很好吃 可是 有一個故事 就是說 大家在埠里 在買巧克力的時候 都沒有看到旁邊 有一個阿嬤在賣百香果 你懂的是 大家都是 那個巧克力很貴 可是同樣買兩顆巧克力的價錢 你就可以買兩袋的百香果 可是大家都忘了 我們的同學就很用心的 把這個百香果變成酒 幫他釀酒 是這個酒去參加了 比利斯布魯塞爾的比賽 得金牌 在德國的酒的比賽 品見酒的比賽 也得到金牌 好厲害 就這個百香果釀的酒 是金牌酒 在我們台灣在埠里就買得到 對不對 這個是百香果釀的酒 另外這個顏色也非常漂亮 很特別 這是什麼 這個大概大家想不到 它是玫瑰花做的 玫瑰花釀的酒 對 這個也是金牌的酒 他在比利斯布魯塞爾 得到銀牌獎 在國內的幾個酒類的賽裡面 配得到金牌 是布魯塞爾的標準比較低 還是 他真的是 金牌 玫瑰釀的酒 其實就是愛情釀的酒 對 非常釀 是不是 其實應該來喝看看 可是我們這邊不能喝 不可以喝酒 我們等一下給大家喝看看 玫瑰的處 對 大家自己去 你看 這樣台灣多厲害 對不對 台灣真的很厲害 對 百香果釀的酒 玫瑰釀的酒 再來我們來看到這個 這個是什麼酒 這是酒嗎 葡萄酒 葡萄酒 是 這個顏色想必是白葡萄酒吧 是 是嗎 對不對 白葡萄酒 這也是我們中部地區自己釀 自己酒莊釀的 這個在台中 在台中 葡萄 葡萄 是 然後這個呢 這個也是 這個是紅葡萄酒 紅葡萄酒 這兩個品種都 大家可能不瞭解 可是在釀酒的人就知道 一個是金香葡萄 一個是黑厚葡萄 是喔 這個酒聽說也是非常厲害的酒 我們這個特別倒出來 讓大家那個聞聞看 聞聞看 來 等一下來介紹 聞聞看好不好 對 來 司儀大哥平常應該有在喝酒 沒有喝酒 只是聞聞看看而已 對 對 剛剛還在那邊聞說 唉唷 這個好 濃醇香 可惜不能在這邊吃 觀眾朋友很好奇 為什麼不能喝 拍去不能喝是不是 不能有廣告 酒不能 現在管很嚴 我們節目上不可以喝酒 林東大哥 但是聞起來怎麼樣 清香 然後葡萄的味道很濃 沒有對著鏡頭的時候 我稍微知道 口感 也不會很甜 不甜不澀 當中的那種美麗的滋味 這還不錯對不對 對 司儀大哥你覺得 所有的表現的方式 都被林龍大哥講完了 你看我要講什麼 那簡單講一句 好喝不好喝 當然就我們不能喝 但是他就非常好 非常好 所以其實這個我們自己釀的酒 也很不錯 有的人喜歡買酒 都要去買那個進口的 哪個酒莊 什麼酒莊 我們台灣就有 對不對 這個還不錯 台灣的酒 在世界上的 那個成績 可能也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真的 我們還有一個很厲害的 那個酒對不對 要請林龍大哥介紹 聽說那個酒 這個就是 中部外部 這裡有兩間酒莊 現在酒莊 他們也在推那個 農業觀光 Do you see yourself 然後你可以照這邊的DIY 這個在葡萄樹下 摘了葡萄之後 攪洗一洗 上去一起採 採一採之後 那就 接下來 749天 不是 休息之後 它又開始進入發酵的作用 是 然後又可以在葡萄樹下 品酒 吃Buffet 那種感覺真的是非常的好 其中另外一家酒莊是 多年以前的朋友 他生產的酒 剛剛博士在講 原來他拿過這麼多世界冠軍 台灣人 我們真的是作用金山當乞丐 所以捧著金黃丸到處去要飯 你真的不知道 原來我們自己本身有這麼多 老外跟你說讚的東西 你要介紹一下 有什麼 那個林龍大哥 這邊這一款葡萄酒 很嚇人 什麼酒 我形容一下你就知道 它是紅葡萄酒 它在去年在英國的世界三大葡萄酒大賽裡面 世界三大葡萄酒大賽 英國 對 IWC的比賽裡面 那個是厲害的比賽對不對 全世界三大葡萄酒大賽 而且它在歐洲的 是 它在47個國家參賽 有47個國家 有14000款的葡萄酒 對 它分組分了48組 挑出金牌 它是其中一個金牌 再把這48個金牌集合起來 再挑出金牌 它是第一名 金牌中的金牌 第一名 No.1的No.1 沒錯 好厲害 它這個葡萄酒這麼厲害 對 那你現在要去買 買不到 它不貴 可是要排10年 要排10年 那就永遠喝不到 張立元 我提醒你 你比較少商店是 不能講價錢 是… 我們也講價錢 但是很便宜 很便宜 不貴 對 以這樣等級的酒來講 因為他不知道 他以為我訂這個價錢 已經會去我家裡頭要叫 說很貴 事實上 他可以在N倍 對不對 他可以後面加零 對不對 農民多高義 很可愛 所以我們現在趕快去排隊 說不定你20年喝得到 20年 講完大家都去排 我們都還很年輕喝得到 他這個酒莊的莊主 大家都知道是誰 你不認識他 可是知道他的 姓洪我知道 對 姓洪 他是洪仲秋的阿伯 是喔 是 所以很值得喝喝看 有機會 他這裡 同樣這個社區裡面 有一家這個酒莊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酒莊 那也很特別 也很特別 是 就是 有一個 我這邊有 有準備了 要借大家看到 他這個酒莊 這邊有一棵百年了 百年的葡萄樹 大家可以看這個 葡萄樹嗎 我不曉得可以看得到嗎 好 這個是什麼 這個 大家看 看起來 他坐在 大家坐在葡萄樹下 用餐 所以他們社區有開發一個 月光葡萄餐桌 可以在這裡面用餐 大家 他就非常的好 月光葡萄餐桌 彼佛在法國的那種感覺 對… 南法的鄉村裡面的感覺 所以這個社區 他把整個自己的產業 把葡萄酒跟社區的發展 集合在一起 做得很好 對 這邊玩 這邊用餐 也看到葡萄 甚至在葡萄園裡面 抓蝸牛下來比賽 抓蝸牛下來比賽 讓他賽跑 那個代表說 他們這裡的環境是非常好的 因為蝸牛 沒有噴農耳的消耗 是… 可是你知道台灣 台灣跟葡萄有關係 什麼樣的關係 台灣最早的地名 不叫台灣 叫做Frumosa Frumosa是什麼意思 就是一串葡草 金銀剔透 那種美 叫做Frumosa 誰講的 阿嬤跟阿嬤兩天的 西班牙跟葡萄牙 1514年的時候 他們的船隻來到這邊之後 拿著當孔望遠鏡 看好台灣 竟然發出那個讚嘆 那個好漂亮 夭壽漂亮 漂亮 他們叫做 就是一串葡萄金銀剔透 為什麼不要說 因為西方世界 他們的聖經裡面 三位一體神 聖父聖子聖靈 是葡萄樹 它的枝乾 它的葉是它的子民 結出來最美好的地方 就是葡萄 所以說最美好的東西 就是Frumosa 就是一串葡萄金銀剔透 這樣 是… 所以… 原來還有這一段 原來是有這個頂部 對… 林東大哥講 好 這個是我們剛剛介紹的 這部地區釀酒酒莊 很值得一去 那再來呢 這個也很厲害 林東大哥這個放下來 因為我們要來藏東西 終於可以喝 這個很值得藏 身體健康 是不是 這個呢 黑媽媽的東西 要做什麼 黑蒜 黑蒜 你蒜老幾 我蒜老幾 蒜裡痕 蒜裡痕 黑蒜裡痕 以前我們看到 蒜是白色 現在流行黑蒜 白蒜 不是啦 白蒜嗎 它這個是一般的蒜頭 它是白色的蒜頭 它是透過特殊的方法 它用 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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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透過發酵熟成之後 變成這個樣子 就是長這樣對不對 這個技術是在日本發明的 是喔 然後因為它 是對身體很好 可是這樣是對嗎 它這麼黑 對啊 它撥開之後就是這樣子 撥開就這麼黑喔 對 它是發酵過的 它是讓你直接吃了 還是露菜的 很特別 它可以直接吃 吃的時候 不是 我們吃蒜頭 我們知道吃蒜頭是好的 可是 它有刺激性 吃進去之後 會有辛辣感 真的最大顆 軟軟 可是它經過發酵之後 它就不一樣的 很像軟糖 可以直接吃嗎 可以 吃 它可以直接吃也可以做菜 它做菜的時候 它就變 可以去燉飯 然後也可以做 像中那種 鹽醬一條 上面蒜頭一個 那個咬下去 沒有 沒有辛辣味 完全沒有辛辣味 它裡面的蛋白質 已經轉化有氨基酸的 然後它裡面的碳水化合物 變成糖分 糖類 所以它就甜甜的 有點像蜜餞 像蜜餞一樣 像蜜餞 蒜的那個感覺還在 而且它QQ的 對 軟糖 像軟糖一樣 真的喔 你說這個可以 吃這個羊出那個羊 吃這個就不羊 然後咬下去 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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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這個黑蒜 還可以自己DIY 真的喔 對 你畫烤箱的時候 然後又就是 像我們 烤箱不能開一開太大 因為它要用 慢慢溫焙 要焙七天 就七七四四個小時 七天 七天喔 頭七的 對 七天的時候 就慢慢培養的時候 然後它就開出來 如果要經過專家 來做學習會比較快 因為 我朋友是 自己烤的時候 有一半是成功的 有一半是失敗的 失敗的送給你 它這個是 如果做得好的 做得好的像這樣子 現場看到的 你吃下去QQ的 它的口感QQ的 你吃了之後 它覺得乾乾甜甜的 然後可以生吃 你每天吃都沒關係 真的 所以是身體健康喔 對 做飯 燉飯或者是 我們剛剛看到畫面 燉湯 不是吃完 吃完之後 不會人家說 你吃個怎樣 焦距離 什麼口味 沒有味道 沒有 它的缺點就不見了 可是它的好處都留下來 很棒喔 現在流行吃大蒜健康 黑蒜又更上一層樓 對不對 我們國內種蒜頭的 有六千多公頃 其中五千公頃 都在雲林 所以雲林這邊 就把這個做出來之後 台灣的冰箱 你打開 四分之三 都來自昏零 對 是不是 所以以後大家到中部地區去 記得這個也可以當作伴手禮 我們農村有很多好的東西 我們要記得 葵花 寶典 好物的寶典 有機會大家看到農村的好東西 可以來搜尋一下 這是我們官方出版的 是 這個也可以OK喔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近段廣告 下一段回來 我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中部地區哪些地方很好住 不要錯過我們馬上回來囉